今天在闷诊有一个我们这个医院大家都比较喜欢也比较尊重的一个上级医生 这个医生是比较爱教学的 而且在所有的医生还有医学生 包括病人护士那里口碑都非常好 知识整体就是他的专科的知识还是比较丰富的 但是今天我就跟他讲冠状病毒的事情 我刚一开口他就说冠状病毒这个没什么呀 就一脸觉得很无所谓的 说这还没流感死的人多了 说流感每年都死几千上万人的 这冠状病毒才死几个人 然后就是新闻就死这么几个人 新闻还就铺天盖地的报道搞得感觉很严重的样子 然后反正就是觉得冠状病毒还没有流感严重 然后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我本来是想就是提醒一下 就是说我们还是要重视一下 然后他这么话一说我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反正现在觉得有点慌 就感觉美国这边好像一线的医生整体不太重视 抖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